奶茶類的飲品深受大家的喜愛 像是珍珠奶茶還有奶鈣茶 都是在你的飲品店當中不可或缺的飲品喔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建華老師 今天要介紹奶茶類的飲品給大家 接下來我們要示範的是黑糖珍珠奶茶 那黑糖珍珠奶茶在市面上 我們選用的珍珠有非常多種 我們今天選用的是2.5mm的大顆珍珠 通常一般來說我們的珍珠是以1比7 1比7的部分的水量去做一個珍珠的動作 水滾之後呢將我們的珍珠放下去之後 那燜煮時間大概是25到40分鐘之間 最終煮完之後呢我們將珍珠撈出來過涼水 過完涼水之後我們放上黑糖或者是蔗糖當中呢 去做一個浸泡讓我們成為糖蜜的效果 接下來是我們的奶精粉作為副材料部分 那除了奶精粉之外 各位學員們也可以選擇使用新鮮的鮮奶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煮茶湯茶底的部分 我們選用的是阿薩姆紅茶類 或者是你想要用混茶的方式 一般來說是使用阿薩姆茶葉加上伯爵茶葉 那這邊珍珠奶茶它本身 以茶葉來說也好或者是以珍珠來說也好 其實都是非常做基礎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老師這邊就不再多說 我們現在進行珍珠奶茶的調製 首先使用到搖酒器 以及我們的成品杯先加入我們的珍珠 成品杯加入珍珠的部分呢 它是已經浸泡過黑糖的部分 那我們會加入兩匙的量 兩匙的量 那同學們要注意喔 糖漿的部分一定要稍微帶一些進去 我們在做成品的時候 稍微做轉杯的動作 讓我們的糖漿可以刮在杯液圓上 產生一個特殊的黑糖琥珀色效果喔 好的 接下來我們先將我們的奶精粉 先加到我們的搖酒器當中 並使用我們的量杯 量入250cc的紅茶茶湯 而且要注意喔 這個茶湯一定要是熱的 你不要將茶放涼了之後 才要做我們的奶精的部分 是其實溶解不了的喔 並使用湯匙類的東西 我們將我們的奶精 快速地溶解在我們的茶湯當中 好的 同學這邊有一個點要注意喔 一般來說喔 我們的黑糖珍珠奶茶 是不另外再加入蔗糖的 為什麼 因為本身黑糖的甜度 其實已經夠甜了 那如果消費者 有想要增加甜度的話呢 可以依照3分 5分 8分的蔗糖糖漿 額外再加入喔 那我們裝取冰塊 盡量越多越好喔 因為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的產品 快速地降溫 達到一個冰鎮的效果 搖檔的時間呢 大概是2到30秒左右 搖檔過程 要快速地讓我們的冰塊 跟我們的茶飲去做結合 最終裝入我們成品杯當中 再稍微裝一點冰塊的部分 將我們充分搖檔完的奶茶呢 裝到我們的成品杯當中 至少8分滿 那我們這杯黑糖珍珠奶茶就完成囉 好的 我們奶茶類除了一般的鮮奶茶 奶粉奶茶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目前最夯最流行的 就是我們的奶蓋 那我們奶蓋製作方式呢 一般第一個材料是有鮮奶油 鮮奶 起司粉 海鹽 那我們鮮奶油跟鮮奶的比例呢 大概會是用200cc的鮮奶油 以及我們的鮮奶 搭配上我們兩克的起司粉 還有大概一克左右的海鹽 玫瑰海鹽 為什麼選用我們的玫瑰海鹽 第一它本身的香度會比較明顯 而且比較不會那麼死鹹喔 並使用我們電動打氮器 快速的將它打到變成濕性發泡 在我們打發鮮奶油過程當中 最怕的就是打過頭 會打成變成乾性發泡 其實乾性發泡會比較像是 我們蛋糕上面所使用的鮮奶油 好的 各位同學 我們大概打到呈現這種乳狀 乳狀發泡狀 濕性發泡即可囉 裝秤出來 方便我們作業 好的 我們奶蓋完成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調製我們的四季清奶蓋喔 那我們加入250cc的清茶 好 20cc的糖水 其實八分滿的冰塊 為什麼要加入我們八分滿的冰塊呢 盡量就是讓我們搖酒器當中的茶湯 不要有過多的空間撞擊我們的冰塊 讓我們冰塊融化速度過快 讓我們快速的搖到 讓我們產品快速降溫 完成之後我們取一個我們的成品杯 裝入我們的冰塊是六分滿 將我們材料加入我們成品杯當中到八分滿 清茶的茶湯量大約裝到八分滿即可 並使用我們的奶蓋去覆蓋在我們清茶上方 慢慢的刮入 讓它漂浮在我們的茶湯上方 好 將我們的清茶奶蓋製作完成 奶類飲品的變化五花八門 你可以隨心所欲 搭配不同的茶類基底來做運用 當然也建議大家 要時時刻刻傾聽消費者的需求 才能製作出大眾喜愛的口味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